张化有一家医院在凌晨遭到二十多位讨债分子包围 这些人收到缴一名病患来要钱 那么欠款一万块钱希望把这个钱给讨回来 当时朱卫锦阻拦不过他们还是硬闯了急诊室 情况如何我们连线请徐佩晶来告诉我们 佩晶 是的 主要就是张化一家医院在凌晨的时候 发生二十多名男子包围急诊室的状况 透过医院供出了监视画面 您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一群男子 通通都围住了这个医院的急诊室 而他们声称说是要在里头向一名病患讨债 这位警发现之后赶紧来阻挡他们 那么现场也发生了拉扯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他们一一冲入急诊室的情况 我们就陆陆续续继续中进来了 就陆陆续继续走进来了 ôm Excuse,然后我们请ância看到马上制好 在凌晨的时候这二十多名的男子是用小跑步的情形跑进了急诊室 而且他们其实也有带木棍以及刀屑 他们声称说因为里头一位急诊室的病患欠他们一万多元 他们想向他来追讨 不过在这样的大举动可以说是引起其他病患的恐慌 很多人都看到这样的景象简直是吓坏了 魏警拢出来 所以全部都记取在门口这边 二十多名的讨债分子靠着自己人多势众冲进的急诊室 那么现场的驻魏警根本挡也挡不了 最后是赶快的请求附近的警网支援 附近的分局也大批的园警来到现场 这些园警身穿防弹背心阻挡这些男子进到了急诊室 同时也把他们通通赶出去 而且这些人从凌晨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就来到了急诊室包围 一直到警方到场月末是三点多的时候 他们还是迟迟不肯散去 直到快天亮时他们才没辙离开现场 以上是我们来自张怀的最新状况 我们先将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好我们先陪金蛋我们来看到 居然讨债讨到急诊室去了 还好警方及时赶到了现场 好